你 你干啥你 你干吗 你怎么又上来了 你在医院那么多回 我都不想说你 你在家里还这样 怎么说话呢你 我 我在医院那是治病救人 那个 我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的话 你早就往生了 刚刚要不是你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唱歌 我 我才不来呢 你怎么突然又醒了呢 你别吓我呀 白颖啊 我和吕翔在电视台做节目 他突然晕倒了 你 你赶紧过来一下吧 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不用参了 老板 那 你上来干啥呢 我 我替你唱歌呀 我胖子 你刚刚做梦的时候 唱的那个歌 真的特别好听 但是 你是突然又不唱了 所以我过来看看 你是不是 哪儿堵着了 是不是哪儿堵着了 我知道了 你刚还跟着唱来着 是不是 你听见了呀 而且唱得还挺好 那是 不管这个音准 音律 节奏啊 那都是很标准的 那按照我们陈总监的话说 这个人的音乐素养 那是很高地 我跟你说 我那可是童子宫 我是专业水平 没走专业路线罢了 要不是因为我太想治病 救人 我现在肯定是 专业歌手 可惜了你这个人在了 那是 要不 我们去参加吕翔输的那个 新嗓尽的海选吧 吕翔 喂 我是搞砸了吗 还行吧 就是采访的时候废话太多 一点都不大牌 我还不大牌 你这样的明星都来救我了 就你有道理 走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你又睡了 别睡了 你给我醒醒 别睡了 是不是有病啊 胖子 别睡了 别睡了